有的时候 其实最真实的赞美 其实很多的时候 是当我们在一些的环境当中 是我真的不想要赞美 圣经里面叫说 我们献上赞美的祭 对不对 我们用颂赞为祭献给神 这是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 对 所以就是他讲到是赞美的祭 所以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 可能现在我们所习惯的赞美 都在教会里面唱快歌 很兴奋跳个跳舞拍拍手 可是当他讲到的 是赞美的祭 它是一个sacrifice 意思是它是一个牺牲 什么叫做牺牲 就是当我很不想赞美的时候 很不愿意赞美的时候 可是我却可以在我的灵里面赞美神 那样的一个赞美 其实所带出来的说什么 是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什么 建立那个能力 建立那个能力 那甚至是在这样的一个赞美当中 刚才我们有提到的 其实神的拯救 其实可以介入 神的拯救 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我女人的时候 还在非常严重的 一味性皮肤炎的时候 我记得每一天晚上起来 其实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沉重 我们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看见孩子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我们每一天是以泪洗面 可是我记得有个晚上 当半夜起来的时候 女儿又在抓养 睡不着觉 我去抱她 抱她的当下 其实那个时候说真的 我真的不想赞美神 我也不想要敬拜神 我里面说真的 其实充满了很多的苦度跟埋怨 但是从我的灵里面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从我的灵里面 就涌出一首诗歌 在我不知不觉当中 我一边抱着她的时候 我就唱出来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对我来说 光是唱这一首歌 完全地挑战我所有的理性 我所看见到的现实 我所知道的 我里面的苦度 跟所有这些东西 我很不想唱这首诗歌 我也很不想敬拜 可是当我从灵里面 唱这首歌的时候 它其实是对我的认知 非常矛盾冲突的 可是当我唱出这首歌的时候 从我灵里面唱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 整个的属灵的氛围 在我的房间里面开始改变 我感觉到神的一个同在 就介入在那个房间的里面 那一个是很深的一个平安 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安慰 从神那里来 我的心也不再烦躁 我的心也不再焦虑 我的心也不再继续苦度 那个真的 我真的感受到 当我所在赞美的时候 神设立他的宝座 神荣耀的同在降临 那种滋味是我没有办法 用言语来描述的 所以在某些时刻 我们要给出赞美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献祭 因为代表我们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感觉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想法 我们要放下很多很多的东西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暗夜的当中 还能够有歌声 就好像保罗跟希拉 他们被关在地牢里面 他们的脚被手铐脚铁 又靠起来被打过了 可是在那个里面 他们暗夜说 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面 在地牢里面 唱出来的歌声 这个歌声是非常有能力的 会释放他们自己 对到自由的 所以在 我想 这个颂赞为继来献给神 那其实不只是献给神 可是其实在这个 我们赞美的过程当中 这些沉重就脱落 这些忧伤之灵就脱落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样抽敌来夸手 是 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 我们的眼目就从 我们的问题看到 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好大 可能那个时候 赞美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看到神好大 每次我们在抱怨的时候 我们是一直说 这个问题好大好大 可是我们在赞美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神好伟大 他有能力 他能够医治 他能够供应 他能够赐智慧 他能够改变这一切 那个时候我们在夸涉 向仇敌来夸涉 仇敌就真的成为俘虏 我们下延似的 我们下延伤的 啊 这杯 我们下延伤的 我们下延伤的 刘津 我们下延伤 de korea